就在廖义荣制成同庆普洱茶后不久 整个茶市场也对普洱茶的升温 发展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当春是在99年的时候 当时卖茶的茶行大概有2000家左右 在99年卖茶2000家里面 大概有90%是卖铁关键 卖绿茶类的 不到10%卖普洱 2004年我在去的时候 卖茶的大概有5000家了 茶行多了3000家 那这5000家里面有卖普洱茶的 大概有4500家 那另外500家卖绿茶的 也跟着多多少少卖普洱茶 这就是市场的一个需求现象 云南1938年以前 只生产一种茶 就是晒清茶或晒清了鸦城的 国族囿源的天下 13年以后 为了适应国族实战的需要 出口普洱茶 所以当时我们是派了专家派了一些茶厂 昆明茶厂 蒙海茶厂 一些厂 这个下棺厂上 派了一些厂长 到广东去学习他的无敌发酵的普洱茶 我们的做生的 所谓现在叫做的 俗普洱茶 也就是把晒清茅沙 给它经过后发酵 又加水 又进行后发酵 后发酵是变成 现在这个茶汤是红红的汤色 它的外形是猪肝颜色 和起来味道比较顺和 那么这一种 我们现在叫它叫俗普洱茶 好像我们现在泡了 就大概是二十来年的茶 但是它是属于卧堆的 像这样的汤色 就是今年才做的新茶 因为像这样的茶 要放到像这样子 有茶黄素 要转变到百分百的茶红 至少都要五十六十年以上 所以说没有那么多人 愿意这样期待慢慢地 成化转变的时候 更多就是用人为发酵 像这是属于人为发酵了 那这是属于自然发酵的茶 两个是不一样的发酵方式 让普洱茶历史文化 深深吸引的廖逸荣 他喜欢收藏老茶 但是他更希望能与普洱茶的清饼一起成长 他再次走进了云南的茶山 2004年的春天 广州正在广东 方春茶业市场里面 正在举办的茶业比赛 当时我应邀去参加 那在当时举办的时候 来了三位 三位就是朋友 我不认识的朋友 廖逸荣在广州茶博览会上 结识了云南临仓永德县的 副县长李建东 和茶办主任鲁建明 县政府办副主任翟新昌 这个他们介绍什么 这是台湾大鱼集团的老总 我就这么一个胖子 怎么还是台湾大鱼集团的老总 我说 时间过来 我说真的是台湾大鱼集团的老总 李建东一星人此次的目的 是为林仓永德的茶资源 找寻一条出路 我们这个就谈谈 他的想法和我们的看法 然后简解一些 茶业上的知识 或者哭泣 那一次我才知道 我们一定要怎么 真正的知识严静 然后我跟茶业打交到 应该二十多年时间吧 二十多年时间吧 二十五年时间 但是我从来还没有知道 是突然下这个概念 什么反应 再一个通过台湾大鱼集团老总 你知道我用的满费大一种 属于云南的十大优质场鞋 我就感觉到 人家跟我说 怎么我是从满费长大了 我还不知道 我那个满费优质大一种 我就感觉到 我们对这个茶文化的人 是太极层次太低了 甚至自己地方 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处在什么位置 而且不知道自己坐在 环境身上还不知道 我说你是不是到林菜后 到永德来一下 因为永德没有像这样 对茶业这么个品位 会有这么多认识的 当时我感觉到 我可能不会跟你去吧 我听说下了飞机 还要开车六七个小时 才能够到 而且不是很好的路 以此平常的认识 并没有引起廖一荣太多的重视 当然让他没有想到 一个月后 他又与这几位朋友 在昆明相会了 我们从一种 人一人之间的一种感情回头 我说我们这里 真的有这个野生场 生态比较好 我们就运不运过来 我就被他们感动 我说好 我想去永德看看你们 我就跟李总过去 然后坐了飞机 我从来没有坐到这样的飞机 飞机是 记得是八点十分的飞机 从昆明起飞 结果因为有误 慢了一个小时飞 九点十分才飞 九点十分飞的时候 飞到林昌的上空 没有办法下降 结果又折返回来 原本四十分钟的飞机 坐了三四个小时 结果到了林昌 已经是十二点半了 当我去第一次到机场去接廖老师的时候 路上来的时候 我特别叮嘱我的驾驶云 我就让他们开漫一点 因为路比较难走 尽管鲁建明有过叮嘱 然而去往永德的道路 是如此的颠簸和曲折 却是廖义荣和李亚泉 所没有预料到的 绕了一山又一山 绕了一山又一山 一个头两个大 逛啊逛啊逛啊 怎么感觉到好像人间体力一样的 从海拔八百 然后上升到海拔两千二 就这样一直绕 就在那个山里面绕绕绕绕 提升一千四百米的时候 就在海带原来那个方位 当走到一半的时候 廖老师问我 陆主任是不是快到了 走了三个小时了 然后是已经设计左右平衡感 这里是这样 你看看你看看 这满山片椅的水口 实在当时听到听不着想 感觉他很烦 为什么还不到 那我告诉他廖老师 还有一点点再走三个小时就到了 就我感觉到他们已经晕 可能也习惯那个路况了 那一天他尝到了人生的第一次 哈哈哈哈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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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生第一次晕圈吧 这那种感觉就是 怎么还有这种路啊 我告诉我自己以后不要来了 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那野甘蓝 特别好吃 苦苦涩涩 但是那种回甘生计的感觉 是一种意犹未尽的甜美 我和他开了一种玩笑 我说廖老师 到永德 你应该想吧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希望你来得一次 走走走走 终于黄天璞库苦心 还是到了 到了永德县城的时候 虽然头晕的 但是看到那的农民 还是用扁担挑东西 然后就在路边 然后就叫卖 卖餐 我感觉到好像找到我第二个家乡一样 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 也是农家子弟 然后我母亲总是在农险 有空险的时间 她就把家里面种的菜 为了多卖个三毛钱 五毛钱 就自己挑 然后挑到市场边 白钱 然后就在那里叫卖 二十几年来的情景 跟三十年的情景 每一幕一直呈现在我眼前 就感觉到好像我小时候的样子 我就跟她讲说 我们快点去看看哪吒舍 又开这又一个多小时 不仅价就在打转并不是 不仅价的吗 不仅价 就在闪了 我可以找到我 等你 好